8月30日 鲜宾礁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发布 报告表明 菲律宾炮制的所谓中国在鲜宾礁人工堆积珊瑚碎屑 导致该区域珊瑚大量白化死亡等言论 毫无科学和事实依据 2024年5月至7月 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 对鲜宾礁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进行了调查评估 对杀猪的形成及其影响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编制了该报告 鲜宾礁珊瑚礁生态系统处于总体健康 局部受损的状态 鲜宾礁分布有造胶石珊瑚 13颗 57属 236种 造胶石珊瑚覆盖率平均为24.7 最高为51.3% 与世界珊瑚礁主要分布区域相比 处于焦高的水平 发现各类珊瑚存在白化现象 属于季节性升温带来的灵性热白化 未发现黑带病 黄带病 白带病等常见的珊瑚病害 珊瑚鱼类和大型底气无极致动物种类丰富 报告指出 鲜宾礁礁瓶6个沙洲均属于自然形成 沙洲及附近海域沉积物高的同源 为发现路源物质输入 我们对鲜宾礁 珊瑚沙 还有不同沙洲及附近海域的生物碎线 利用放性核素时钟技术进行的分析 我们发现具有显著衰变关系的油系 土系还有假系 这个比值来看它是严重不平衡的 就表明所有的样品具有明显的生源要素特征 也进不说明了 里面的所有的样品 就是具有显著的同源特征 是没有外源物质输入的可能 菲律宾就仅凭这个潜水观察 就得到了中国在那里人工堆砌商务税线 导致它死亡的这个言论是没有科学和实时依据的 报告提出 本次调查过程中 虽未发现有大规模珊瑚白化现象 亦未发现有敌害生物爆发情况 但个别珊瑚白化和少量长级海星的存在 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应予以重视 同时 鲜宾礁及附近海域存在的频繁人类活动 对该区域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 也有较大协服性影响 菲律宾9701舰自2024年4月以来 就是一直在这个鲜宾礁滞留 它们的小艇频繁在那个鲜宾礁的礁盘里面活动 很多的菲律宾的渔船 就是没有进中国政府的许可 在这个鲜宾礁的西北侧聚集活动 海面有漂浮垃圾 这个水下了有人为气质的贝内残骸 这里的造调式商户覆盖率 明显是低于这个鲜宾礁其他海域的 还分布了大量的死亡的那个商户碎线 我们综合这个调查结果 就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9701舰的长期滞留 还有其他相关来的人类活动 已经对这个鲜宾礁 珊瑚礁生态系统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